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 这句话是从圣经的某一个地方而来的 我们如果看这个马太平音第五章 我们都已经在刚才读的圣经里面有马太平音第五章 耶稣对教会说你们有福了 如果有人辱骂你们的话 你也找各样的坏话要毁谤你们 因我的缘够的话 你们就要欢喜快乐 所以大家看见这里面就是讲关系 快乐 这一次才马太平音五章来了 这个看起来似乎是两件不同的事 但实际上这些圣经就是从马太平音五章 我真的如果想祝愿大家新年快乐的话 我必须要照顺经的意思来给大家讲这个新年的讲道 所以今天耶稣要赐给大家一种福气 这种福气就是你们要欢喜快乐 当你们受逼迫的时候 上一个礼拜我们的信息是说 我们是多么需要一副好眼睛 或者说我们的眼睛是多么的需要 真实的看见那些真实的东西 这个五千个男人轻眼地目击了这个神迹 但是他们并没有认出这个行神迹的这位救主是谁 他们看见的只不过他们的身体 受了某种的祝福 他们饥饿 所以这个五饼二鱼 后来耶稣所赐给他们的饼和鱼 让他们的身体的饥饿得到缓解 坐在草地上的这个五千个男人 他们并没有意识到 他们直接的跟这个创造宇宙外物和人的这位创造者 有了直接的联系 他们只看见了鱼和饼 有一些的人比他们的眼力要好一点 这个百夫长 他就是有一副好眼睛 这个百夫长的仆人病了 他来求耶稣给他的仆人医治 耶稣说可以我到你家里去 他说你不用不用不用我不配你屈尊到我家里去 因为这个我是不配的 这个百夫长他认出他所讲话的对象 耶稣到底是谁 但是这些犹太人反而是没有认出耶稣来 这些犹太人的存在都是在耶稣的手里 如果他们认出耶稣是谁的话 他们至少心里会清楚 他们之所以活着 之所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都是因为耶稣的缘故 这个就是我们有好眼力 看得清楚这件事 对我们是非常至关重要的 这个之所以说至关重要 是因为我们的眼睛看见 如果我们若是看见的话 就能够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得以占领 这个五千个男人吃饱了饼 他们都没有看见耶稣 是因为他们没有信 今天在座的你我 我们活在一个非常舒适的一种环境当中 我们在加拿大的生活非常的容易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将来要会有一个改变 你可能说牧师 今天是过大年了 你怎么讲这样的道理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到末世的时候 是要受苦 而且这个受苦 是因为我们受逼迫 是因为主的耶稣的话 并且我们是为耶稣做见证 才受逼迫 我们这个受逼迫 不是因为我们偷来人家的车 才受逼迫的 我们是为了上帝的话 和为基督耶稣的见证 我们才受逼迫 受苦难 这也是为什么约翰在 这个启示录一章的九节说的 刚才大家已经一起读了 大家刚才读了 这个启示录一章九节说 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 国度人那里 必同有份 为神的道 并为耶稣做的见证 曾在那名叫巴摩的海岛上 我自所以被流放在 这个巴摩的海岛上 是为了神的道 并为给耶稣所做的见证 大家请注意到约翰在这里 说的这个意思 他讲到三件事 他说到患难 国度忍耐 这三件事把老约翰放在 这个巴摩岛上 他之所以遭患难 是为了国度的缘故 而且因为他在那国度里面忍耐 这是对我们有什么教导呢 我们是跟随基督的国 我们必须要在基督的国里忍耐 我们在基督的国度里 越忍耐 我们越有可能遭到麻烦 老约翰之所以被流放到海摩岛上 是因为老约翰周围的人 认为老约翰是一个麻烦制造者 如果你想要知道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 如果你读《使徒行传》 你就可以看见 在《使徒行传》里面 记录了很多发生在保罗身上的 同样的事情 保罗一旦变成了基督徒 他马上就遭遇各样的逼迫和患难 保罗为了要逃离大马瑟城的时候 他居然是从一个窗户里 就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用绳子这样从城墙上拽下去 通过这样一种羞辱的方式逃跑 大家看见他对哥林多的教会 说的时候他说什么 他说别人把我们看作 世界的污秽万物的杂志 保罗没有得到这个世界的赞扬 他们认为保罗是这个世界上的污秽杂志 我们现在要查验自己 我的信仰 如果我周遭的人 我所处的人群开始逼迫我 因为我信仰的缘故 我会不会在信仰中站立还是跌倒 在我们活在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当中的时候 我们可以信誓旦旦地说 我绝对不会在信仰中倒退了 我会信誓旦旦地说 无论什么视频到我头上 我都会忠于主导 如果是我靠自己的血气说的这个话 基本上来说 我们在这个逼迫来临的时候 不跌倒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彼得曾经这么信誓旦旦地说过 彼得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 就是所有人都不认你 我也不会 我到死都不会不认你 但是就在那天当天晚上 他三次不认主 之所以我们会信誓旦旦地轻描淡写地表态 启示发奏 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受过逼迫 我不知道在座的人 多少人读过莎士比亚的书 在莎士比亚所写的有一个诗歌里面 他是这样说 他的意思是三次比亚的诗歌里面讲说 如果有人去嘲笑或者去取笑一个人的伤发的话 说明他从来没有受过伤 对于这些没有受过伤的人来说 身上留个伤痕算是什么 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遭受过这样的一个很深的伤 使得这个伤导致留下一个这么一个伤疤或者伤痕 我们很多的基督徒从来没有受过逼迫 在我们生命中最多就碰到一些人对我们的想法不同意 我们有时候可能有一个很轻微的所谓的逼迫 或者我们的父母不愿意接受福音 或者我们的兄弟姐妹会 就家里的自己的亲兄弟姐妹会嘲笑我们是一群愚蠢的人 但是这种所谓的逼迫实在是非常微小的一种 那些我们从来没有逼迫受过患难的基督徒 听别的人讲起受逼迫的时候 你可能说啊对啊我今天我去想象吧 但是我们这种想象很难达到感同身受的地步 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自我感觉里面 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是要对主忠心的 但是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骄傲导致你这么信誓旦旦的起作发誓 因为当我们在众弟兄姐妹面前这样信誓旦旦的表忠心的时候 很有可能我们的骄傲是在等待其他的基督徒 给我们鼓掌说哎呦你看这真是个信心伟人啊 我们之所以这么信誓旦旦是因为我们本身 本人并没有亲自的真正遭遇过这个逼迫 而且呢我们说明我们这个我们看自己 并没有像这个世界上的人脸看过 我们会这样说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这个会在这个世人面前活出一个基督的生命来 这个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应该是把基督的生命活在世人面前 当耶稣显现的时候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当基督在我们生命中被显现出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形呢 在加勒太书第一章的十六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第一节的圣经 保罗怎么说 他说神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 如果耶稣显示在我心里的话 这个世界看我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这个观念呢 我们看约翰福音八章的四十八节是在下面 耶稣当时打交道的对象是犹太人 犹太人亲眼看见耶稣行各样的神迹启示 犹太人目击耶稣所行的都是对人所行的善事 他们怎么说耶稣说 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被鬼附着这话真不对吗 在那个时候的犹太人要讲另外一个人最不好的就说他是撒玛利亚人 就是你而且你是被鬼附着 他们是这样说耶稣的 然后保罗在提摩坦后书三章的十二节 我们刚才看的第二节圣经里面说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 我们必须要牢记一件事 我们的世界观跟世界的世界观截然相反 我们常常说我们不应该跟着世界的 或者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事情走 如果我们跟着世界的潮流走 世界对拥有我们这些跟着潮流走的基督徒 他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如果我们跟着耶稣走 那么这世界上的人 他看见我们这群人就不太舒服了 就像我刚才说了 其实我们中间的人 并没有遭遇什么样真正的逼迫 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人 亲眼看见了一些的真正的逼迫 在这世上确实有人 目击了所谓的真正的逼迫 有一些比较严重一点 有些比较没那么严重 有的人是最后掉了脑袋 如果你掉了脑袋 这当然是不太令你高兴的事 他们之所以被砍头 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的缘故 才被砍头 但是这样的逼迫 还没有临到你我 我们对遭遇逼迫 是什么样的感受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都很无知 我们都知道 也听说一些的逼迫 是在某些个遥远的地方发生着 但是这并不会让我们产生感同身受 它并不会让我们有真正的反应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资格 说当逼迫临到我的时候 我会怎么怎么样 我们今天就把我们的脚 放在那些人的鞋子里面 那些在很久以前的那些基督徒 他们的遭遇 我们来想象一下 在一世纪的时候 这个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用一种极大的速度成长 当时的教会成长是如此之快 大部分的教会里面 做的都是初信的基督徒 这些的人都还不是一些成熟的基督徒 他们都刚刚认主归主不久 我们来看看当时 这个早期的教会 在罗马城里的教会 当时保罗和彼得在那边 这个教会的领袖们在那 他们被圣灵充满 上帝的大能在他们身上 当时的罗马人是用极其残酷 残忍无情的方式屠杀基督徒 我们知道撒旦一直想要把教会赶尽杀绝 他在以斯帖的这个时代 就想这个拔掉教会的根 后来上帝介入 才把以斯帖放在做皇后的位分上 但是在早期教会 当遭遇在罗马的屠杀的时候 似乎看起来上帝并不想介入这件事情 那个年代是这些使徒还活着的年代 在当时的这个教会 在罗马 这个撒旦 鼓动了一系列残忍的 大规模的对基督徒的屠杀 每一个只要口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 都从家里被带走 被下在街里 这个就像在中国很多地方发生的情况一样 如果说今天警察到你家把你带走的话 家里人是不会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当时在罗马城 那个尼路 他就放了这个叫罗马大火 因为他做了很多不设的事情 当时他的位置非常的危险的情况之下 他心想我要找一群替罪羊 来承担我的这个罪名 所以他就把这个目标对准了基督徒 他就自己住活以后 他说是罗马的基督徒 放火烧个罗马城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开始 大规模的搜捕基督徒 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 就把他们都圈在一起 他们还不是像这个二战的时候 把这些这个俘虏 或者是努来人放在毒气室里面 或者是用机枪扫射 把他们都很快速地杀掉 这些的死法还比较容易挨 这样的那样一种快速地屠杀 对被杀的人来说 他的痛苦没那么持久 但是那些被抓的罗马的基督徒 是什么呢 就被赶到罗马的这个剧场 当时有成千少万的人 在边上这个剧场里面就观看 然后把这个狮子就从狮子笼里面放出来 然后就让狮子去撕咬那些在场上的基督徒 这种被狮子咬 它不是很快就会死的一种死法 大家看到过猫捉老鼠吗 这个猫抓到老鼠以后 它不马上就吃或者杀 它是要玩很久的 这个狮子就跟猫一样 而且这些其他的基督徒 必须要站在那里亲眼地看着 他们的这个亲人们被这个狮子撕咬 现在把你自己放在他们的位置上 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当你手里如果抱着你自己的孩子 然后狮子来了 它要咬你们俩 母子俩或者父子俩 在那个时候 你是本能地想保护你的小孩 但是你不得不看着 亲眼看见 这个狮子把你的小孩 从你的怀里夺出去 又把它撕烂 这是一个非常残忍的景象 你说牧师今年都大过年了 你怎么讲这种事情 这些事情是当时实实在在的 领导教会的基督徒身上的真实的事件 那个时候罗马的基督徒 就是每天都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危险的境地 在当今世界上还是也有这样的人 他们过了今天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 这样的基督徒 他们很容易就从最后一种危险当中解脱 他们只要说我不相信圣经 他弃绝圣经就好了 但是他们为了神的道 为了给耶稣做了见证 他们勇敢地面对这样的逼迫 彼得和保罗也面对这样的逼迫 成千上万的基督徒 在那个时候为主殉道 大部分殉道的基督徒 都是刚信主不久的基督徒 他们对基督徒的生活 还没有太深的理解 但是他们已经遇见耶稣了 是上帝的道让他们听见 他们认识耶稣 他们知道耶稣的见证 耶稣所做的事情 然后圣经说 他们忍耐一直到死 为了要让他们活下去的话 他们可以否认耶稣不认主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在罗马帝国境内那个时候 并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被抓了 那些没有被抓住 没有被狮子咬碎的这些基督徒 他们还是没有弃绝主的道 他们作为基督徒 忍耐到底 如果他们不像约翰在启示录一到九章 一章九节所说的那样忍耐的话 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安静的自由的环境 可以在这里敬拜 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在逼迫当中坚定不移 很有可能在那个时候是有基督徒 他们弃绝耶稣的 但是成千上万的大部分的基督徒 都是在对主耶稣的爱 他们在信仰中坚定的站立 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 逼迫将要临到我们 在彼得后书三章二节 三章三节刚才已经读了第三节的圣经 在彼得后书三章三节说 该知道在卧室必有好击翘的人 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击翘我们 击翘者的意思就是 他们会嘲笑我们 他们会说你们这群愚蠢的基督徒 他们这些人是随从自己的私欲 我们首先会听到这些人击翘我们 相信耶稣那根本就是像小孩一样幼稚可笑 就像小孩相信有圣诞老人一样可笑 他们甚至会说你们说口里相信 实际你们根本就不信 他们会把他们的话塞到我们的嘴巴里面去 他们误解基督教的信仰 他们说一套东西 然后说这就是你们相信的 其实亚洲也不是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巧舌如簧的这些异端步道家 他们会把这些道理说得偷偷是道 但这些我前面说过的这些事还刚刚是我们逼迫的开始 这部分的逼迫已经开始了 在当今的世界里面 你在加拿大也已经可以看到这一部分的逼迫 这个世界上的人告诉我们说你们这群基督徒你可以相信耶稣 但是你最好是保密 你信你的 但是甭给我们讲别的那大上旗鼓的 你信就好了 你自己一个人去信 好好去信 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已经不再有祷告了 我在多伦多读了第五年的小学 在这个早上开学之前 这个上课之前 老师都要祷告 这件事现在在公校里面已经是不被允许了 在那个年代圣经是非常珍贵的一种书籍 现在这个圣经已经不再是在大众广听之下 已经不被允许传讲 下一步的逼迫就会是 这个世界将会禁止我们向我们的儿女传讲福音 在座的朋友们 我们已经深处末世 圣经说末世的时候必有逼迫 我是要怎样的来面对这样一个变化中的世界 我们还是要回到上一个礼拜的信息 我们必须要爱神就像保罗爱神一样 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的第十二节就最后一节圣经怎么说 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的苦难 然后他说我不以为耻 因为我知道我能信的是谁 保罗是全心的爱耶稣 他这个全心全意全信全人的爱耶稣 所以保罗无论去往哪里去 他都看见神 他看见全能的上帝 当他看见这全能的上帝的时候 他就把自己全然交货给神 所以当逼迫来临的时候 保罗的信仰就可以建立 我们都已经被圣经警告 被圣经提醒过 就是逼迫将要临到我们中位 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要欢喜快乐 当逼迫临到的时候 我们照样的要欢喜快乐 因为这种逼迫是告诉我们 我们属于谁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属于耶稣 因为他们也逼迫了耶稣 他们既然逼迫了耶稣 那当然就会也要逼迫我们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现在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 他在他的宝座上等待 要来接我们去 基于我刚才所讲的这些的信息 我可以跟大家说 你们这个是在2016年可以受祝福 耶稣说的 祂说那些受逼迫的人 为我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所以我们可以跟大家说 新年快乐 而且我们实实在在地可以快乐 如果我们对主衷心的话 我们可以真的有一个快乐的新年 我们在天上做宝座的羔羊 我们的救主 每一次我们听到你自己说话 见到你的仆人 都是一种福气 我们很多人 天天妄想着 要有各样的福气 殊不知你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你讲话 所以要有光就有了光 说要有天地就有天地 今天你又跟我们说话 你说要给我们生命的光 我们就有了光 你说要在我们生命中重建 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有了新造的生命 感谢你 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误会 以为我们信耶稣 不就是要得点好处吗 那么我们就追求好处 就像喂饱了的五千人一样 他们为自己的度父活着 他们的度父就是他们的神 等待他们的就是沉沦 但愿我们 不会掉到同样的陷阱里面去 我们追求的不是福气 乃是那个赐给我们福气的那个主 为了追求那个赐给我们福气的主 也许我们要受很多的苦难和逼迫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就是跟我们的主在患难 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分 感谢赞美你 愿我们都跟着你走 对你忠心 愿我们都不做一个嘴巴跟着你 身心跟着世界的一个假冒为善的基督徒 你所说的福气的主意 有灵魂的灵魂 有灵魂的灵魂 thank you for week by week that we hear you speaking to us Lord we might have misunderstood you we might have missed you so much when we pursued the blessings we thought if we believe you we must receive many blessings therefore we became the worshippers of blessings but Lord you have told us now you are correcting us in our misunderstandings that if we are true to you if we follow you the miracle performer we might receive persecutions but that is the one of the greatest blessings we can receive from you because we have shared with you in the sufferings in your kingdom with perseverance thank you we are so blessed that we have you our Lord therefore Lord help us the Holy Spirit will sustain us from falling into following the world Lord make us a group of Christians that who do not worship you and follow you with our lips but with our hearts we thank you may our year of 2016 be a blessing to you our Lord for Jesus sake Amen